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上个礼拜在问说 有关于日币日元贬值 很多国家的币值都贬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很多 尤其是日货 为什么不降价 女性日货最大 日货最大宗的进口货品 就是化妆品 是台湾国民非常常用的 这些商品 去年一年 前年我还没算 去年一年你去看报纸 都是用日币波动涨价的关系 去涨价 SK2青春录 从13800 对不起 3800调到4100 高斯 从这个血基金 就是最大的化妆水 最大品牌化妆水 从1800调到1980块 等等之类的 就是请自行参考 换句话说 当初这些日化化妆品 都是因为 它号称 你现在去调过去的资料 简报 它们都是因为日币升值 所以它涨价 开玩笑 过去这一年 这半年都是日币 严重的贬值 严重贬值的情况之下 结果升值它涨 贬值它不降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要有些手段 应该要强烈关心 所以它就给你涨 涨了现在今天 这比贬得这么厉害 它也没反应 所以我不晓得财政部 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反应 跟手段 谢谢 是 我刚才给我们报告 价格 是一个供需决定的 那要 那价格有它的僵固性 就是上涨容易下跌困难 所以我们大概要从供需来制裁这个价格 要怎么制裁呢 让它需求降低 我要呼应就是像这些化妆品 姐姐妹妹站出来 不要买它 姐姐就站出来了 结果政府都没作为 哥哥们在干什么 哥哥姐姐们政府的哥哥姐姐在干什么 大家不要买它需求降低 它就要降价 三个部长在喊话了 上个礼拜彭华南总裁 也非常严厉的还说 应该要降价三到四趴 结果呢 我们的经济部长去请人家喝咖啡 赔了咖啡 结果物价还没涨 咖啡钱还没跟人家收 结果你今天呼吁我们这姐姐妹妹站出来了 就不要买它嘛 一次嘛 一次让需求降低 它非降不可 请问你们这三个部长哥哥 还有我们江院长江哥哥在干什么呢 价格我跟委员报告 政府所能要它降价的那个工具 确实有限 政府现在是不是承认 从江院长江内阁各部部会首长 拿这些货币贬值 然后这些物价这些进口货 不降反账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只好叫我们姐姐妹妹们自立救急是这样的吗 所以政府官员会以身作则带头提示日货 全部去用日货 我绝对不用这些东西 你的夫人呢 她也不用 你也不会用 也不用 那所以那所有的这日货的商品食品 汽车 你们现在用什么汽车 我用我用Camry 就是那个Toyota的 Toyota那是进口的吗 那个老车了旧车 进口的 没有国产的 国产的